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回開始看到 如何運用一下這個路易式結構 我必須這樣說 我們跟量子力學相關的三個章節裡面 如果今天要講運用性的話 其實這個章節的路易式結構的部分 它其實是最重要的 重要到甚至於有機化學的老師 尤其是農畫系的人就知道 他們要開始上有機化學的時候 甚至於不太相信我們普通化學的老師 教了什麼東西 他們都覺得我們這些普通化老師都在混 都教得很爛這樣 所以一定會把路易式結構酸減 重新講一遍 我都覺得這實在是OK 沒有必要的 我個人來教有機化學的時候 我立刻直接切入 我不會浪費時間在這些細節上面 我其實覺得各位缺乏的是去應用 那有機化學這個部分 因為它切造很多很多的化學反應 你將會發現你在修有機化學的時候 其實用到非常非常多的這些路易式結構 來解釋一些化學反應 它如何的發生 那這是化學家他極力想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 這些各種各樣的化學反應 它如何的發生 那這就牽涉到一些間接的生成 跟間接的鍛鍊 我們將會在這一章的比較後面一點 從這樣的一個觀點切入 讓各位了解說如何去應用它 所以也不要小看這個章節 我並不是說其他的章節 尤其像下個章節 將會提到所謂的分次詭欲的部分 的確有機化學裡面 或者一些其他的科目裡面 它可能會用到那些概念 但是通常是在解釋一些比較複雜的現象 好 這是稍微提醒各位一下 章節 你也不要小看它 那我們上回提到了 其實因為路易式結構 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做法 一種理論 但是當我們說它粗糙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詆毀它的意思 它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學說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簡單而好用 那即便它粗糙 但是它非常好用 非常棒的話 它其實仍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它是粗糙的呢 這是因為你必須了解 它的理論的基礎 不是非常非常的 solid 也因此呢 不要太意外 它將會有一些存在的例外 也因此我們上回開始去看一些意外 我們已經看到過了鵬 它可以接受周圍16顆電子 它可能不會滿足巴語體 或者說它可以不滿足巴語體 我們等一下會再回到我們上回所提到的那個例子 BF3 但是也有許多許多的case 非常多 這個例外 這個部分的例外它是很多的 但是它背後是有道理的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例外 不是說我把它背下來 不是這種態度 而是你要去理解為什麼它會出現這個意外 好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化合物SF6 我們上回已經算過了 當你把這個路易式結構畫出來的時候 你將會發現服務沒有問題 它滿足巴語體 周圍就是巴克電子 但是對於流而言 很明顯的SF6它就有六個磅 每一個磅都是最簡單的單件的話 裡面就有兩顆電子 那26就是12就已經完蛋了 擺明這個compound 對於它的核心的那個原子 它就不可能會保持一個八顆電子的狀況 它勢必要超越 好 所以我剛剛說過 它好超越 它是一個穩定存在的東西 你必須去接受 因為這叫事實 那我們如何去自圓其說 就是說我們在理論上 我們要如何去看待這件事情 為什麼它可以穩定的存在 那一個所謂的經典的 classical的解釋呢 就是說 這是因為流開始有所謂的low-lying的empty的d orbital 你要能夠有一個位置讓它能夠接受電子對不對 所以它當然必須要有一個空的軌域在 所以這個空的軌域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你現在s跟p頂多合計起來容納八顆 那你現在勢必需要一些其他的軌域 那有沒有其他的軌域 而且裡面沒電子的呢 是有的 就是在流的這個case裡面 它可以開始有3D的軌域出現了 然後納那個裡面至少對流而言 它是沒有填入電子的 但是你光光有一個空的d軌域在那個地方 不是說你就可以隨便填 那你還有這個 你的這個4s 5s 對不對 4p 5p 這也都空的對不對 你不是說有個空的軌域我就可以填進去 但你還是要看在能量上面 這個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這個空的軌域它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去用它 你的電子放在那裡面 你在本質上你的total能量會變很高 對不對 所以你的系統 你這個大自然這個系統 它會這樣做嗎 所以在能量上面 不僅僅它要空 在能量上面它也要夠低對不對 我才值得把這個電子放在裡面 不然我 我犧牲掉我這個能量 我得到 當然我得到健能 可是我要想想看 我得到的這個健能 可不可以補足我先天上面 我的能界比較高 這是一個 你知道這個賺錢 賠錢 這個你要去做一個仔細的計算在能量上面 好 也因此就必須要特別強調 它是一個low-lying的 這個部分我用low-lying 各位必須要了解這個地方的意思是什麼 什麼東西low-lying 什麼東西低 能量是低的 低階的 就是它有一個能量夠低的3D軌域存在 而且是空的 我可以有電子放進去 這是這句話low-lying 我這回特別把它飆紅解釋一下 不然你回去再複習的時候 你看到我寫的這個字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意思是什麼 好不好 好 那你今天如果是 流上面是什麼 在週期表上面是氧的話 那它用的是2S、2P的時候 你的3D跟它就差很多了 在能量上面 它就沒有辦法去用它 因為它犧牲掉太多 到最終 它把電子放在3D裡面 我現在說是氧的話 它放在3D裡面去的話 它變成了一個賠錢的生意 從一個能量的角度來看 好 當然 會有一些人 不能夠同意這樣子的說法 他們認為啊 3D的軌域 對於流而言 它的能量 這一回我把這個Energy 這個E寫在這邊 就是3D的能量還是不夠低的 還是太高了 OK 去比3S跟3P來比的話 它還是高太多 上回我講完這個部分 馬上就有同學過來跟我討論 他說老師為什麼3D呢 你不是說你去看那些元素的 那個Electronic Configuration 那些元素原子的Electronic Configuration之後 你不是要先填4S嗎 你怎麼現在你跟我講3D比較低 OK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馬上有同學就開始來批評 這個所謂的Classical的解釋 顯然是不太認同說3D是夠低的 甚至於它認為4S要比3D還低啊 那你不是應該填到4S去了嗎 但是當然我也必須強調 我在前面也說過 4S跟3D在本質上它能接差異是有限的 那你現在 你知道你在一個分子裡面 你不是一個原子的體系 對不對 一些這個所謂Electronic Configuration的問題 這是在變動的 那你說這個4S跟3D變成3D比較低了 這也不是絕對不可以接受 但是在這個觀點上面 我只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有些東西是可以去爭論的 那的確也有一些學者 他是不太能夠接受這種論點 代表意思就是這一幫的學者 他是堅持八語體的這個需求 那你不是 在科學上你不是去批評人家而已啊 你覺得他那個解釋不好 那你就必須要相對應的提出一個 合理的解釋對不對 你不是只是批評 批評很簡單對不對 那你說呢 你不相信 那你覺得這是事實嗎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們提出了一個 這個其實說實在的話也是有一點 這個可以爭論的一種想法 就是提出一個叫做 hyper conjugation hyper這個字對於各位而言 現在應該是很熟悉的 就是hyper text 這個hyper有一個網路空間的意思 意思就是一個虛的 所以這個hyper你要去議會 所以他說叫做hyper conjugation conjugation是一種共惡的意味 不論如何他用這樣子的名詞來稱呼 下面我所要說的 好 他認為 就是這種 這些學者他認為 他真正的結構可能是這樣子的 一個結構 就是有一個劍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共架的見解 而比較像是一個離子形態的見解 也就是說 本來在這種結構裡面 你是共享兩顆電子 但是現在它有兩顆電子 實際上現在是完全在浮的上面 就變成浮是一個帶負電的 那流的話 它等於說少了一顆電子就會帶正1 但是它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要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讓他維持四個共架的見解 為什麼要維持四個 因為一個見 裡面兩顆電子的話 四二的八嘛 剛好就滿足八的預體 所以他勢必必要說 所以這個是一種 一種虛的共架見 不是一個真實的共架見 而是一個具有相當幾乎 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基本上就把它當成是一種離子見 但是觀點在於說 這個符並沒有真正的離開 它還是在這個流的旁邊 算是有一個很緊密的結合 而且它在這一瞬間或許是這樣 可能下一瞬間它是 是這個棒跟這個棒 是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如果流跟符 都沒有改變它們的位置的話 這就符合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共振的那種想法 只是電子到底是如何的安排 在這個概念上面 我們要企圖說的就是 這兩種關係呢 這兩種結構的關係 從這個符號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一種共振的關係 只是它用一個比較特殊的名字 因為這畢竟讓人覺得很奇怪 好像沒有一個bund 怎麼會有一個共振箭 跟一個離子箭這樣子 一種組合 太過於神奇了 好 所以它們用一種叫做 hyperconjugation的名稱來稱呼它 不過這並不是最重要 我這裡只畫了兩種可能性 你知道這個地方有六個bund 你可以有非常多的兩個bund 變成這種離子型態的組合 我想我不需要把它一一的畫出來 所以我們畫的這單一的這一個結構 因為它只是一個resonance的structure 它並不能夠真正的表達它 實際的那個hybrid real structure的結構 但是它告訴我們的意義 又是另外一種所謂的delocalization 非定義化的想法 反正就是這二四六八十十二顆電子 在這個流的周圍delocalize 說穿了是這回事 只是我們硬要用一個 路意識結構來表達一些事情的時候 它是有困難的 才會創造出來這些很虛的resonance hyperconjugation 這種想法 好 它的目的在哪裡 這個學說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要去維繫那個所謂的巴語體的想法 好不好 好 那你說誰對呢 很難說 實際上你去看 反正就是一堆電子在那邊啊 詭異都是人用理論創造出來的 是不是 所以你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要了解 我在前面說過 理論是要來提供我們一些服務的 讓我們對於這個世界能夠比較能夠理解 這是它的point 而不在於說在這個部分 不在於說誰才是真正正確的一個理論 但是對於理論學家而言 他們當然要去 argue 說我的比較對 你的是錯的 等等 那這個當然就扯不清了 OK 好 我們再來看一些其他例子 因為這種形態的超越了巴語體的物質都有很多的 我們看pcl5 0 是氮這一組的 氮下面0 5顆對不對 氮是5顆的 氮是7顆 那有5個氮的話 5735加上5就是40 40的話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想現在各位應該已經夠敏感了對不對 5顆氮的話 如果讓它滿足周圍8顆電子的話 58就是40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很輕易的把一個零化在那個地方 然後在它周圍放上去 6顆氮的原子 然後在它周圍立刻的就把這40顆電子分成6組 那這樣子的話 自動的就已經把它的整個路易式結構解決了 然後這中間我現在把原來兩顆電子 我用這樣子一個線段來表示它的這個bond OK 那我也只把一個氮上面沒有跟人共享的 所謂的long pairs畫出來 因為其他的這幾個綠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不好 好 那很明顯的 24、6、8、10 這個0它的周圍是10顆電子 也當然超越了 0又是蛋下面 如果劉今天在它旁邊 可以用到3D的詭譽的話 我們如果接受說 是因為它有low-lying的d-orbital的存在 empty的d-orbital的存在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接受 那它是合理的一種路易式結構 好 so 在這個部分我們要強調 在這種做法上面 我們只會讓中心的那個原子 超越它的valency 這個所謂的valency 就是超越它的這個所謂的八語體的 這樣子的 所限制的那個架件的數目 因為八語體的話 如果只是單件的話 最多最多就只能夠有4個磅 這是為什麼它用這句話 超越它的valency 因為這個地方你從它的架件 因為valency有架件的意味 這個地方就是6個架件 6、2、1、12就超越 不是6是5顆 5、2得10就超越 我們再來看點 那點離子 我想各位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 它其實會跟點分子I2 形成一個挫合 那是具有I3- 這樣子的一個集合體 polyatomic的n-ion 每一個點具有7顆對不對 浮律秀點這一系列都是7的 那3顆的話3、7、21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還有一個負電 多一顆電子22 那現在呢 一個點在中間旁邊 兩個點的話 每個點都有8顆的 28、16 是不是 所以就沒有像剛剛那樣 剛好是一個8的倍數對不對 好 那你多出來多少 多出來6顆 那這6顆你要怎麼辦 你就把它放到中間 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要讓中間 我們可以讓中間那個超越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畫出這樣的一個結構 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個點放在中間 你有兩個點在外面 考試的時候各位不要太緊張 我會告訴你 因為我想 我們不應該預期說 你知道誰在中間 我會告訴你說誰是中間 那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我剛剛說那8顆就先處理掉 包括這兩條線段是兩顆 那這樣28、16 剩下來 還多出來你就放到中間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有6顆 變成3對 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 你去看這個點的周圍 有多少顆電子 這兩個黑的是各有2顆 就是24、6、8、10 你就10顆 你中心的那個點也是超越了10顆的 這個路易式結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到後面 我們會 以這個路易式結構為基準 來預測它的結構 它的分子結構 我們會再回到這個事情上面來 我們再來看ICL4-1 那再一度這個點 我們通常會寫在前面 是中心的 它周圍有四個氯 合計起來你是五個魯素的元素 所以5、7、35 再加多出來一顆 36 那你現在周圍點在中間 你周圍六個氯 OK 四個氯 今天這個腦子有點怪怪 OK 4、8、32 你還多出來了四顆 對不對 所以四個氯放在周圍 先把那八顆 8、4、32 放進去了 這個時候多出來的四顆 再放到點上面去 那原來你四個氯 現在是單件的話 就有四個下件 多出來就變成它的long pair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你光光這四個劍就八顆 10、12 你中心的那個點 也是超過12 好 點在哪裡 你的浮、綠、秀、點 它在很下面 所以它有一些low-lying的這些低軌域 是我覺得更為合理 因為你到越上方 我們從這個particle in the box 我們就提到過 對不對 你這些energy 你越往上去的時候 它那個energy的difference 是越小的 所以我覺得 到了這個點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用到這些empty的d orbital 應該是比較容易接受 在流零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去argue 好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非常有趣的是xenon oxide xenon 鮮 亥乃雅克鮮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理論上是一個所謂的inner gas inner的意義 代表它應該是 不太具有任何化學活性的 可是實際上 到了差不多六 60年代左右 大家才發現xenon 其實就是這個 有些鈍氣的元素 它其實是可以進行化學反應 比如說它可以生成氧化物 只不過它不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化物 它具有非常高的氧化力 你今天如果把一個氧 我們學過氧化還原 至少check過 再上學期check過 知道你的一些基礎能力 你知道一個氧如果從氧化態數來看的話 是-2 代表著中間那個先是正六的氧化態 是非常高的氧化態 所以實際上這個化物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化物 受到一些刺激很容易 其實它冒掉氧氣的 氧氣是一個氣體 所以這種形態的化物它也具有爆炸性 不過我想大概我們要去操作它這個機繪師 比較少的 只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化學家 所以大家才會想要去研究這樣的形態的話 無論如何回過頭來 它是一個鈍氣數學 它周圍本來就已經八顆了 理論上那就不應該跟人家反應 對不對 這個理論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但實際上它可以反應 而且跟三個氧 那每一個氧提供六顆電子 361 18 26 total 26 那你三個氧它周圍 361 18 那你還剩下八顆咧 這個我顯然算錯了 324 剩下兩顆 OK 所以你把這兩顆放上去的話 你二 四 六 對不對 三個Single Bound 再加上這兩顆變八顆 所以其實這個例子是很有趣的 它不僅僅這個Xena 可以形成一個氧化物 而且它還蠻遵守的這個八語題 我不是說它就一定會如此 它當然可以超越 它有這些低鬼預算 OK 只是這個例子剛剛好 它其實是遵守的 是有趣的話合物 那我們再來看 BECL2 B 就有兩顆綠 7顆27 14加2 16 16的話281 16其實 就是這個 你的B周圍放兩個綠的話 其實就已經剛剛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問題是在於說 B周圍只有四顆 那理論上當然我們可以像 前面所提的 這個Case 我為什麼只讓它有四顆呢 我可以這兩顆移過來嗎 這邊兩顆移過來 不如就變八顆了 就變成是B跟綠之間的雙劍 對不對 但是事實是 我們基本上是認為它是 具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好 那這當然是一個比較 比較尷尬的一個部分 那這種 形態的話 核武 可以想像它的 這個活性就會特別的高 所以這個地方又回到 類似像BF3的這個部分的爭議 所以這是一個Case可以讓你看到說 它其實周圍可以有 四顆電子的存在 離這個巴語體還差更多了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CLF3 CL放在前面 代表它在中心周圍三個幅 那現在Total是四個魯數 47 28 OK 那它就是28 那38 24 缺四顆 所以你現在很快速的 你就知道它有兩個Long Pairs的存在 Total 24 6 8 10 10顆電子在它周圍 中心的這個率 它也是超越 好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看這些例子 你就會發現其實這些作業 並不是非常複雜的 並不是非常複雜的 你真正可能會出問題的 還是在後面如何的預測它的結構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Radon 這是東 在那個Inner Gas裡面 在過去的時候是最後一個 但是它現在下面又蹦出一個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最後一個了 已經不是最後一名 現在還不錯 往前跳了一擊 OK 那它也可以生成一些化合物 比如說跟氯形成這樣子的一個二氯化物 它周圍也是8顆 2714加起來22 你這個放在兩邊 對不對 2816 你還有6顆 三對 就像這樣 那三對的話 就6顆 然後80 它中間是10顆電子 所以這是很快速的 我們看一下如何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型態的所謂的例外 這種型態的物質它更詭異 基本上它的困難在於說 它是一個total 你去計算的話 它是奇數個的電子 奇數個的電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知道奇數個的話 它是本質上就不可能是 完全配對 對不對 你總有人要落單了 OK 好 但是這種物質它是存在的 一個最著名的話 就是NO這個分子 Nitrogen Oxide 這是我們在上學集的時候 說過的不再強調 但本質上 它是一個很獨特的東西 它經常出現 你注意到 它其實是具有奇數個的架電子 就原子的部分 是5 也因此呢 如果它只搭配一個偶數個電子的氧的話 合計起來這11是個單數 所以就會有些問題存在 好 那怎麼做呢 好 我們當然就一定中間有一個bomb 對不對 好 N在這邊 我刻意把氧放到右邊去 當然可以放到左邊 好 那我現在先讓蛋板煮好了 八顆放在這裡 然後剩下三顆 我們放到氧上去 那這樣子當然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結構 對不對 因為你犧牲掉了氧 氧的周圍24 只有五顆 離八 還有一個距離 那沒關係 像你知道說 OK 沒問題 我把這兩顆放過來 我變成一個NO double bond 好 沒有問題 sorry 那個移過來沒有意義 把這裡移過來 好 一個錯誤示範也不錯 好 這邊拉過來 好 對它而言沒影響 對於氧而言 它多了兩顆了 就變成246 7顆 但是你還能怎麼做 OK 就很難再 坐下去 好 這是我移過來出來 移過來的結果 這個地方讓氧是8顆 但是你再怎麼樣 你氧這個地方也只能夠有7顆 因為你先天上面 你就是一個基數格 你總有人是沒有辦法配對的 那現在當然你問題要出現了 對不對 好 我為什麼一定要讓氧不滿足呢 我也可以讓氮不滿足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可以是讓氧這個部分 它的周圍是8顆 然後 蛋這個地方 它周圍是7顆 這不影響到你中間仍然是一個雙箭 NO的一個雙箭 好 所以這兩個 共駕建結構 路易式結構 它們是什麼關係呢 很明顯的 差異只是在電子的位置 安排的位置 所以它們是一個共駕的關係 所以 這個物質 它 就只能夠以這樣子一個路易式結構來表現 而 它 從一些 我們可以去測量的物理性質 比如說它的磁性上面來看 的確也證實了 它是以一個自由基的形式 是一個單電池 這個單電池 沒有跟人配對的 叫做自由基 它會是以一個自由 它具有自由基的性質 一個單電池的性質 這個共駕結構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它告訴了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自由基在哪裡 各位認為自由基會在氧上面 還是在氮上面 這兩個選擇 都不正確 對不對 這個共駕結構要告訴我們 是自由基在哪裡 它在氧上面有自由基性質 它在氮上面也有自由基性質 這才是事實 OK 這是一個我們上次要去強調的就是說 你真正的一個resonance的hybrid 它的real structure 是不能夠以個別的這個結構 或是這個結構來表達的 個別的這個結構 告訴了你這個自由基在氧上面 這個共駕結的結構 或是這個共鎮的結構 告訴你它其實是在氮上面 但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它 是在氧跟氮上面都有自由基性質 好不好 好 但是合計起來這個還就是醫科 這就是這個所謂的共鎮的意義 OK 現在 當然我們如果從一個巴鈺體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理解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構 所以也不會太意外 它的化學活性會高 我請問各位 它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讓它能夠得到滿足 提供一點意見 好不好 我的問題通常很簡單 只是要刺激你一些想法 不要害怕把這些想法說出來 怎麼做 給它一顆電子對不對 給它一顆電子變成NO- OK 變成12顆 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滿足了 對不對 NO- 所以你去查查看 一個HNO 一個HNO 可不可以存在它可以存在 具有酸性 是一個酸 OK 因為它可以解離掉一個H症 然後留下一個NO-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說 那H是接在O上面還是蛋上面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對 我只要讓各位 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不好 喔 好 那 這是唯一的一個做法嗎 給它一顆電子 我們上次說過這叫還原 對不對 它還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丟掉一顆電子 對不對 Great 丟掉一顆 變成一個正一 一 剩下幾顆 十顆 十 如果你還記得我們 上堂課 所講的那些例子裡面 十這個數字的話 它跟誰 哪一個分子 或是哪一些分子是 ISO-Electronic呢 氮氣 對不對 大氣系的同學一定可以說出來的 對不對 氮氣十顆電子 所以 你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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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價鍵結構 你的那個路易式結構 已經可以畫出來了 對不對 根本不用想 你就是一個蛋 氧三件 然後蛋跟氧上面各有一對 未配對的電子 然後它是帶一個正一的電荷 OK 好 你 如果 你現在你或許還 很難想像這個 那就是一個NO症 我們叫做 叫做 Nitrosonium ion 它如何的被產生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說 你 你如果要修到那個 大二的有機化學的時候 你就會學到一種反應 叫做 Nitrosation Nitrosation的話 就是把一個NO 接在一個 碳上面去 這個process 它就需要一個 NO plus的 一種中間體的存在 它可以去從一個 HONO脫掉水 脫掉水 來產生 活性蠻高的 沒錯 好 再來再挑戰一點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方法 對 沒錯 沒錯 兩個接在一起 好不好 你想想看 這個是 一個 你應該有機會可以 推論出來 我會說最後這個問題 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 兩個接在一起 那 一人提供一顆嘛 對不對 我如果順著這個地方 來寫的話 這個O跟這個蛋 之間如果 生成一個棒的話 那 這個時候你去算 等於說 他提供一個 他提供他一個 對不對 大家都滿足了 只是接下來的問題 你要問什麼 既然我們剛剛說 自由基式在氧上面 也可以在蛋上面 所以接下來說 好 我可以接受這個 我們叫它叫做 Dimerization 二句話 那是 O跟蛋結在一塊 還是 O跟O結在一塊 還是 這個蛋跟蛋結在一塊 對不對 好這個我們就不去 多討論 你有興趣你去查查看 N2O2 這樣子的一分子 可不可以存在 它有沒有一些 人家畫出來的結構 會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所以 我想 我之所以提出 這樣子一個問題 就是要讓 第一讓你看到說 這個路易式結構 其實甚至於可以 這麼簡單的 讓我們去 去推想出來 它一些可能發生的 化學反應 OK 而且可以被證實 真的可以發生 第二就是 你不要害怕去 去推論 有些東西 它並不見得 一定是那麼困難 有時候你反回來 你去看一些 得到諾貝爾獎的一些工作 你會發現 這其實並不需要 我有一個 也具有一個 諾貝爾的 這個 智慧的 這樣子一個腦袋 就能夠理解的 甚至於你會覺得 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搞到這種時候 在那個年代裡面 才有人發現 OK 那問題只是說 就是沒有人想到 這麼簡單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不要害怕去思考問題 思考才是真正最重要 你學的這些東西 不是只是為了要考試的 而是要能夠去 去處理一些問題 解決一些問題 理解這個世界 OK 好 所以 剛剛我們用中文說 自由基 但是你必須要記得 英文是什麼 叫做 radical radical 所以radical 就是這種 具有沒有配對的 電子的 這樣子 一種形態的化合物 只是說 它會具有一些 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量度出來 錄理性 就是我們等到後面 我們再來談 好不好 好 但是在這個地方 既然你說 甚至於連這種 奇數各電子的分子 都可以存在了 那我是不是大門就已經打開了 對不對 OK 我就可以開始亂搞了 不行 OK 好 在這個地方你還是有些規則 你要盡量你可以配對的話 你就一定要讓它配對 對不對 你不能說好 那沒有問題 我就這個地方 我這兩個我分開 對不對 就有三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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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被接受 這是 That's the point OK 你明明可以 讓兩個 這個 配對起來 你就不讓它配對 這個就是要 這就是這一招的 意味 就是你要盡量讓它 配對起來 是迫不得已 才讓一顆電子 落單 換言之就是我要再拿一個有機分子 也就是一個碳碳的雙界 那這個很明顯的 你去做做看 算一算這個電子 你將會發現這個結構 這個碳的周圍就是八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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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算電子就是那麼多顆 好不好 好 So 那你現在就開始 說老師你不是說 要開始勇敢的這個 提出一些想法嗎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我 是不是就可以 變成一個 di-radical 對不對 就說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單件 然後這個地方 反正這裡不是就一個 很好的例子嗎 對不對 它可以是一個radical 可以是七顆而已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明明這個地方可以配對起來 形成一個見解 那這就是違反了一個 我們合理的一個 所謂的路易式結構 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 resonance的structure 你不能跟老師去argue 你說這個只不過是它 這個共振結構 老師你怎麼可以算我錯 OK 好 那 我們再來看 這個NO的一個化學反應 它其實可以進一步的被氧化 變成NO2 OK 這是我們前面也提到過 你的這一個氣缸裡面高溫 你用的這個氧氣其實夾帶了氮 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也會在這個高溫的時候被氧化 但是有的時候它氧化不是很完全 就會產生NO NO大量的時候它其實是具有毒性的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就希望它能夠 比較完全一點的氧化變成NO2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NO2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很尋常的分子 那它的路易式結構又如何 那氧式五顆氧 6顆26112加起來17顆很明顯的 OK 它也出現問題不可能滿足的 我們先看最左邊 我所畫出來的這個路易式結構 你17顆的話 你這兩邊是28116 OK 然後你就一個氮上面就有一顆 那這個時候就有很多的不滿足 對不對 你可以讓這個氮周圍 如果按照剛剛那樣的一個講法的話 只有五顆 那我兩顆移過來 變成七顆 所以那個時候你這個地方還有一對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單電子 那對應到的就是概略就是 剛剛講的話就是這個架構 但是你也可以讓這個氧 對不對 拿一顆電子過來 讓它滿足變成這樣 OK 或者變成這樣 OK 這樣比較這個雙肩的位置沒有動 所以這個你可以下去玩 對不對 問題只是說你如何去安排這17顆電子 然後盡量讓大家破境發育體 OK 好 所以在這個結構裡面 對怎麼樣 雙腱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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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腱的氧怎麼樣 不會有自由基 不會有自由基 你如果把這個地方 這個拿走的話 這個氧上面還是有一個自由基 我只是沒畫出來 OK 我不只這些 OK 那也是一種可能性 那當然問題會出現就是說 好 這麼多 我畫出那麼多來 誰會比較好一點 OK 這等一下我們會再來分析 好 所以在這一個 這當然不是唯一的四個可能性 還有剛剛同學 這個想法不錯 你就是要去挑戰一些想法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只是說好不好而已 那剛剛那個同學 我們再說一遍 他說為什麼我不是這一個 拿到這邊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他至少滿足了 那是他不滿足而已 當然絕對可以 就是一種可能的共振結構 它並沒有違反 我們剛剛所說的一些規定 那這幾個結構裡面 你來看這兩個的關係 這兩個關係只是把這個 好像把它翻過來 好像把它翻過來 對不對 翻個面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真正動的是那個 那個電子的位置 OK 好 所以自由機不僅僅是在 從右邊的仰 跑到左邊的仰 然後那個雙線的位置也變了 因為在這個case裡面是 讓這個蛋不滿足 它上面就有自由機 然後呢 這兩個的關係是 左邊這邊是雙線 還是右邊的是雙線 好不好 好 你還是可以去試試看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結果 所以這個resonance 這一些resonance structures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自由機在哪裡 對不對 它其實是散佈在 自由機性質將會散佈在 這三個原子上面 其實都會有自由機的性質 只是哪裡會比較多一點而已 好 那當然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構裡面 它沒有辦法再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Nitrate NO3-1的那個結構 三個共振結構 各別拿出來 你可能沒有辦法區別到底誰是誰 這個部分至少有一些是你可以去區別的 比如說 自由機在氧上面或者是自由機在氮上面 這兩個至少那個結構上面 從電子的安排你可以看出來的差異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要說它跟它的能量的差異 你就很難去區別了 因為你翻個面你就沒有辦法區別了 OK 那這兩個你也沒有辦法區別 但是這一組跟這一組它是可以有一些差異 這是我要特別從一個結構的角度來說明一下 好 不是每個類似都會一樣的 不是這樣子 剛剛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說 好 我現在我有這麼多的 眾多的可能性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要如何的去判斷 誰可能會是比較好 OK 因為我上回提到過 誰比較好的那個意義就是說它比較穩定 這一定是從一個能量的角度 那它比較穩定的話 我真實的結構就會比較像它 OK 像它的那個比重就會比較高一點 換言之子就可以回答前面的問題說 自由基到底在哪裡呢 OK 到底在氧上面還是在氮上面 我們可能就可以從這樣子一個角度來做一些判斷 好不好 好 所以就有人提出一個想法 我們可不可以從它上面具有的電荷 來做一個分別呢 OK 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要架構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形式電荷 formal charge formal charge 可能各位在高中的時候也稍微學過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我們如何運用這個想法 當然我們是以一個電荷為出發點 對不對 既然談到電荷你立刻會想到什麼 你可能立刻會想到氧化太數 那不就是在討論一個原子在一個分子裡面 它具有的這個電荷嗎 給人的感覺不是如此嗎 OK 好 比如說硫跟四個氧形成這個sulfate的因離子 你過去怎麼看氧負二架 那硫你可以算出來四二的八再扣掉二 就是正六架 是不是 這是從氧化太數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硫跟硫上面帶有的電荷 真的是這樣嗎 先解決一下它路易式結構 同一族的對不對 五顆 六五就三十 再加上多兩個電子 負二架 total三十二 如果硫是我們的核心 四個氧在周圍 四八三十二 其實結構立刻跳出來 也就是這樣對不對 好 一個縱化號 2- 好 不強調說 電子到底誰多誰少 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對稱的架構 流滿足了八預體 所有東西都OK 所有東西都OK 好 那 問題是 你或許可以argue 你說 既然老師說 流具有low-lying 3D orbitals empty 所以呢 它可以超越 它可以超越的話 但其實我不是不可以 把譬如說這個氧上面 原來有的兩顆電子 移過來 變成一個流氧的雙劍 對不對 因為 老師你說 流可以超越 我現在十顆 OK 沒什麼big deal 沒什麼大不了 對不對 好 如果這個大門一開 可以讓它超越 變成十顆的話 那我可以再超越 對 超越再超越 我變十二顆 對 我再變出一個double棒來 我這個氧 也把兩顆電子移過來 是不是 十二 那我再下去 再來十四 再來十六 欸 拜託 我有五個低詭欲 對不對 我要真幹的話 我是不是做不到 是不是 好 那 那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接下來 從一個電科的角度 來討論 誰好誰壞 下個休息一下